所以我说表演呢 实际上不是仅仅属于演员的话题 我认为表演是个人生的话题 比如说您演这个白鹿 我听说有一个你们俩什么大吵一架的什么戏 什么都过不去 我很感兴趣 他是用什么方法 就是当时就是排四幕那段要说和诗人 就是他曾经 陈白鹿曾经美好的回忆那段 然后呢 就因为他又和诗人一起私奔到乡下 然后还结了婚 还生了孩子 然后孩子又死了 对于我来说刚毕业 就是这些事情感觉就离我很遥远 就是虽然说也见过 但是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感受到 肯定还是有距离的 然后呢 然后远正尔那天就说 你们俩做练习 你现在就想一个你心里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 不是事情是情感 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 用出来录的词 对就是用那段那段词去说 但你可能表达自己的内心 然后当时吧 也不知道就怎么在那个诡异的气氛下突然一下 因为我平时其实不算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然后就突然一下 你情感经历就是失恋了是吧 感情经历也不是那么丰富 但是好在还有那么一点 所以挺感谢那段经历的 对 然后就是就是开始说说说 一开始都还好 但是就是越说越难过 越说越难过 就是感觉就是那个经历就好像被拉回来了 然后感觉这个伤口又被揭开了那种感觉 就是你就对着他诉说 就已经那时候已经完全忘了他了 我当时说我说 露露你一定有一个就是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 我说你不用跟我们讲 你只用陈麦露所有的台词 把你的经历告诉我们 哎 经过这个体验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你心里健康了许多 我一直觉得我挺健康的 不是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 我没有想到过就是我的情感 在这方面还可以这么爆发 因为你知道就现在有这个实证的 西方的很多心理学研究 有些人不是为了当演员 但是他学表演 就是你的很多这个痛苦的经验 其实你要说出来 当你在说并且真把感情带出来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测验呢 你的免疫能力都会得到提高 然后人的生活状态会得到改变 这就是人们说的治愈啊 然后呢 对于这个痛苦的经历呢 他提上你要写下来 分析他的原因结果 就是情绪认知 然后呢 经过这个过程之后 似乎呢 你就变得健康了 为什么要选择20多岁的 去演这个陈白露呢 因为陈白露其实就是20多岁 他没到30岁 感觉在戏里边写出来的那个沧桑 经历多呀 他的经历多 就像阮玲玉一样 25岁没有了 但是他前期的经历太多呀 您说这个曹玉先生就是受到当年 受到灵玉事件 对 刺激发 写的这个 为什么用它 其实 这又说复杂了 就是我们剧院到了新老交替的时代 肩上的责任重了 就是1492年老艺术家茶馆泄木 一鞠躬 我当时在后台 我就哭了 就哭 而那哭还特少 这样 然后就什么 天塌了 他们退休了 我们怎么办 对 然后我们也 这三到五年就退干净了 但退休不一定不演戏了 但是退休就意味着 下面的新一代怎么办 所以这两年 为什么我拼命的招很多年轻的人 办学 重新办学员班 其实就是希望把仁义的这个 接续下去 你们对冯老师画画像 过梦 没有 那真没有 没有 他吧 特别逗 就是我 我几乎在上台之前 三个月没有说过他好 而且他说什么 我啵就一句话怼回去了 中间有最崩溃的几天 我又觉得 哎呀 反正我是不是不适合演戏啊 我感觉我不会演戏了 就就这样 曾经濒临这个 对 和绝望了 对 那就快到重生的时候 我能知道 那几天我知道他已经不行了 他眼睛里头已经没有光了 非得这样 这人 对他 重生的时候就到了 对他 只有对他 对他不用 对另外的演员不用 那对他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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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不能输啊 嗯 陈白露 对 如果陈白露不行 这个戏就塌了 那是 那么他不能输 为什么要把他打击到 眼睛里都没有光了 对自己产生怀疑了 就他原来放的光 是不是陈白露的光 不是演员的光 他原 他原来放的光 我是女主演的光 我没有 你一定有 你自己没有意识 对啊 就是那个时候 他的不自信 变成了他用一种反向来表达 对我要显得 我好像可以控制 表演 对 但是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你看不出来的话 你就被他的这种 假装强大给迷惑 对 他就容易走歪了 你知道吗 就越来越虚 他越来越加强大 但是这种的演员 一旦是 你不给他调理过来的话 他崩溃的时候 他就彻底崩溃了 就等于毁掉了 哎呦 所以我必须是 先把他的外表拨掉 就你什么都不是 这个师徒之间呢 真是 你有没有 有一个电影 叫什么爆裂鼓手 有些时候真的 这个意义要传下去了 他真是这个 这个师傅 他可能用各种心理学的 办法 对 就像他那次哭 他想劝我 不要让他哭 哭够了 就哭到他没劲了 我哭我都不想哭了 好 再来吧 我当时 哎 那个时候陈牌路 恨恨 恨恨 那时候恨 无情 倒也没有恨 就是有点 过去的自我解体了 解体 是吧 解体的时候 可能人格结构内部 会有奇迹发生 对 表演其实窗户指 捅破了 你就眼前就开了一个世界 所以你别觉得受打击 这人有的时候还真的是 你下不了地狱啊 你就上不了天堂 因为他们都是被宠大的 真是 爸爸妈妈宠 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宠 对吧 然后学校老师现在也得宠 因为学校老师不敢训 现在 训了一头素 你别干活 所以他们是被宠大的 就这一代的年轻人 和比如说咱们这个年龄 或者更老一辈的相比 是什么地方差点吗 或者必然在什么地方 还比咱们强点 他们比咱们强 不要拿我们现在跟他们比 要拿我们同龄的时候 跟他们比 哎呀那时候我就是傻子 我觉得 明白了吧 对 可是人家现在不是傻子 你跟着惊着呢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的信息量 比我们大很多 对 我们现在是用经验 是用人生阅历 来看待他们 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行 但是你把它放平视线 你跟他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其实比你强很多 只是你没有挖掘他 只是你没有给他压力 因为他们没有尝试过压力 你看我现在听很多 像这个二十多岁的孩子 也挺讨厌中年人的 就动不动就说 你说话都是那个爹味的 是吧 那像跟老师互动的过程中 你们的感觉呢 我是从小受的熏陶 就是首先是尊师重道 然后尊重长辈 就是从小受过来的熏陶 然后再加上 我家里边都是 戏员们长大的 他们这个辈分上的东西 我又去当兵 所以他身上还是 所以你能习惯 严格要求自己 对 我是能习惯 一直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规矩里边去 规矩的范围内去活动 尤其在部队里边 他的抗压能力特别强 针对他来说 我就是想压力 必须给压力 因为因为陈白露落到你身上 可能小孩会觉得我幸运 但是有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 这个角色的分量 就是成 你就成了 败了 那就败了 你就败了 对啊 你有没有想过 要去砸了呢 他那会天天跟我说 换人 一个是换人 他说你 这个戏换了没事 但你要演砸了 以后你就没有人找你演戏 你就不用演戏了 你在学习表演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你有什么 就是性格上的优点 或者说缺点 我觉得就是以前吧 就是我比较理性 他特别逗 我给他做一个训练 就是在训练 就是我们就是 就是有一种拉扯式的训练 就是为了让他有那种爆发力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逗我们就开始折腾他 然后就推他弄他 就是推他呀 让他在中间就是 找不到那个 就是永远有阻力的感觉 也没有平衡感 就让他有一个 想要有一个爆发 结果呢 他人家心里 开始还说词 还问什么 完了以后 我们几个在那累的看着他 他说 我知道你们就是想要我哭 我当时想来着 后来我想我就是不哭 理智吧 我当时 好吧 我啥也没话说了 只能真打了 不是 继续压迫吧 为什么 因为他的理智告诉他 他不感性 那么一个演员 最可怕的就是说 你不先感性起来 你永远理性 其实演员是需要 既感性又理性 怎么让他感性起来 那就是你需要 打破他的那个动作 还有一个就是 他其实比较刚 他男孩性的 就他 他基本上是属于 跟男孩 如果说 杜老师们没看出来 对 看不出来 他基本上要是 跟你 跟你呛呛起来以后 他上来就是 一锁薄 就锁薄 就这个 我俩吵架 他这么着 哎呦 哎呦 装挺像啊 他真的是 现在柔软多了 所以为什么 我让他看那个 我前一段 我让他说 你大量的看 苏菲马索的片子 就苏菲马索 就是有刚和柔的 这一名 非常棒 他非常会演戏 他说他又不是 陈文露 你让我看他 我说这好演员 我说这好演员 你要看好演员 演戏 你现在刚柔相记了吗 女侠 他现在 现在是油言不尽 我一开始不理解 我说 他们有些女人味的人 这是女人在哪里 我看不懂 我觉得 也没啥呀 不就看一眼吗 那你现在懂了吗 后来我慢慢地知道 他真的 他就是 透出来的东西 他就是不一样 就是他会有一种 很微妙的那个东西 那你觉得那个美吗 美 现在能看到美了 让你的学生 开发了 他原来是觉得 哎呀 那多做作呀 他现在能觉得美 不是 以前看到的是那种 就是那种 但是 那苏菲巴探那种是 就是定定的 然后这样看着 你就从骨子往外透的那种东西 那种高气的 对 那种那个庸俗的那个狐媚 刻意地和那个自然流露出来的 女性的吸引力 那是 以前我都看不见那层东西 我不知道我那东西存在 所以你看 这冯老师不但拯救了这个陈白露 而且我觉得在你的人生上 你也有提升 从此可以诱惑更多的人 吸引更多的人 其实他就开始感性了 因为我还看过记者问过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流量明星 对 就是他先是流量了 流量明星有可能把自己 塑造成一个好演员吗 可以 只要你有时间 对 然后他的经纪人就跟你说 我们没时间 对 只要你有时间 所以这个就是矛盾题 就是你想成为什么 就像我在到学校给学生上课似的 第一 你想做什么 你要说做演员好 咱们俩好好聊聊 你要说做明星 你别找我 你找你经纪人去 因为你从现在起 就得制造新闻了 从现在起就得去 对啊 对 你就得制造各种 能够新闻上能看到你了 那是另一路 那是另一路 还有一种 就是你把这个事情当事业 还是当饭碗 如果你当事业的话 好 咱们俩聊 如果你当饭碗的话 我就告你一个方式 特简单 三个戏放在这 哪个给钱多去 哪个 别考虑戏 但是你要当事业的话 三个戏放在这 你一定要考虑 哪个戏 对我未来五年 十年有好处 可能给钱最少 你一定要接这个戏 我好奇啊 白鹿 这个咱们不装啊 就是 因为女孩子 青春也有限嘛 对吗 而同样这些年 比如说有一个电视剧 或者偶像工业 可以打造你 但是另外就是 你要在这个 仁义的这个戏剧舞台上 去打磨你的演技 它很显然有一个 世俗成功的区别 你就成偶像了 你面临过 第一你面临过这个矛盾吗 第二你对这事怎么想 偶像吗 不一定是偶像 就是有 就让你马上成为流量 让你能活 能活的机会 不反对 没有啊 有很多人找我去什么 101啊 偶恋啊 这种呢 嗯 你为什么不去呢 那我要演戏 我去那干啥呀 啊 对 更出名不小吗 我可以通过演技 证明自己 为什么要去 那更慢呢 慢 那快 那上的快 下的还快呢 而且进到北京人的小孩啊 我 起码我小时候就有这个 我觉得 我是仁义的 我觉得他们内心 或多或少 也有一点小清高 明白吧 这点清高 很珍贵啊 对 就是我个人 我一直给他们灌输这个 我说我们是人意的演员 就是你一定要 明白这个 其实你明白了这个以后 你自然而然就会清楚 我应该 做什么 我应该不做什么 我听这个冯老师的表演课啊 我很振奋 因为那个许多年前 我也尝试过哈 但是呢 我就认为我干不了这行 是个很蹩脚的这个演员 大家影视圈很多人都跟你说 我跟你说演员就是天生的 一看就就知道行不行 不行 你怎么上四年 什么电影学院 他也没戏 我听到这种话特多 但是我后来看到你一个观点 我感到很振奋 你是这个格罗托夫斯基 格罗托夫斯基 这个专门到德国学的嘛 然后你这个格罗托夫斯基 他说这个说 这世界上每一个人 只要是智商正常 他身上就有表演黄金 区别在于 有些人开发出了三四金 有些人开发出了一二两 我真有希望吗 真有希望 就是说不会演戏的人 经过你的培养训练 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月就可以让你 我在电视学院 你有点搞传销了 不不不 我在电视学院摄影系 从13年给摄影系上课 现在已经有三个学生 去教表演课去了 我说这怎么神的 我说这怎么训练的 后来我看了一集纪录片 我说这演员就是运动员呢 就是第一呢 我们现在就是 我直说啊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学生 从中系也好 电视学院或者是上系 这些学校毕业以后 他们的基本功都比较弱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 艺术院校对基本功的训练弱了 你指的基本功是什么 就是最基本的 发声的 土字归音的 台词的训练 成功 出成功 很多人不出成功 所以你比方说 我就只去年九月份招的这些学生 就今年要分来的这些学生 你能看到很多学生 包括前几年招生 这个人一考试 我一看 他教给我的 他在台上给我朗诵的段子 是他考大学时候用的 你知道去年我们考试的 很多男生 百分之九十的男生 说形体汇报 说老师我给你们表演点形体 筷子舞 蒙古的筷子舞 一考机构教的 也是在他考大学之前学 那你四年干什么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今年我说了 九月份我要再招生的话 男生拒绝跳筷子舞 真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很可怕 然后一个出世的小孩 我觉得他还挺好 我说孩子你还有 还有独白吗 老师你不就让我准备一个吗 然后我说 那如果你进了副试呢 那我再准备一个呗 那这个态度就让我很害怕 我敢要你吗 我不敢 我们曾经招了一个小孩 跟你一起的 李悦 他在考试的时候 朗诵完了 说老师我要表演 形体就在那记 蓝天爷老师说 孩子 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说老师你说吧 就穿鞋 说你还有什么独白的片段吗 说老师 记着鞋带 你想听中国的 还是要听外国的 然后说我不听了 就冲你这句话 我就不听了 他准备了七个段 就未考人意 所以我不管你是现准备的 还是之前准备的 还是怎么样 但是你起码有这个底在这放着 对 对吧 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 就是一个学生 你如果说你读了四年大学 我一直说 你拿了一个合格证来了 一页证书来了 但是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我没法要 所以先从基本打起 对 就这两面好一些了 我们之前几年 经常在观众的留言部上写着 年轻人的台词听不清 这个招练下来就能改变吗 你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一开始声音特别的扁 就是可能远上尔寿 南方人说话的习惯 就是容易靠前 然后后面烟枪就不打开 对 然后通过那个啊 然后就打开 然后整个气息也会变通 对 就刚才那个做的气息的问题 对 就整个你表达是舒服的 不然总感觉就是卡在半截 但是刚才提到哥罗托夫斯基 除了哥罗托夫斯基说 每个人都有 你比方说十个婴儿啊 他身上是具备全世界 所有职业的可能性的 全世界的所有职业的特性 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份的 都有这个份额的 只是后天发展 就是你的环境 你的培养环境 你的社会环境 你的家庭环境 和你慢慢走上社会以后 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你比方说我 我拿我啊 我小时候特别内向 我看得出来 我的中学老师 在我入行十来年了 见到我以后还说 我怎么想象不出你能当演员 我是被什么开发出来的呢 我是跳伞 我跳过四年降落伞 我听说了 我当过四年跳伞运动员 我那会儿 刚去运动队的时候 就是一个瘦小的 就是这么一个小鸡的事 就特别瘦小 然后就是开始练 每天一万米长跑 每天一百个俯卧撑 哪撑得住啊 最后将来说一天你给我做一百个 好 就被人看着 让一个就是 壮的人看着我 必须做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在运动队学会了骂街 因为你跳不好 你一跳不好 跳伞运动是自己的事 对 风向风力 你掌握不好 你就跳不到那个 踩不到那个点 你踩不到那个点 你赖风 你只能骂风 你不能骂人 你不能骂对手 对 然后你或者只能骂自己 就是 我怎么那么臭啊 就是学会了骂街 学会了表达感情 学会了放开自己 所以其实那段时间 就是为我做演员 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铺垫 所以你想 我都能成为演员 谁还不能成为呢 真的吗 真的 没有天才吗 就是那 有 照片说 那些大影星 天才有 天才有 天才也是在那么一瞬间 触发出来 我听他们说 你就是最早 也是舞台边上 跑龙套 是不是 对 刚到剧院都是 说是有一个什么 下意识的一个 什么行为 让这个咱们冯老师 一眼就看见 你身上有表演黄金了 咱们演全家福 演全家福 我演那个福莱 福莱 我在上面插那小旗子 然后那个 您那个角色的 乡下的脑膜 带着孩子就来了 就说找谁 这是谁 我说 就听着找人很正常 进活动找人都在里边呢 您是他什么 我是他爱人 他是我爸 他儿子 他女儿和他的爱人 在屋里呢 这儿来说 这是他的爱人 现任老婆在屋里呢 对 然后我正插着旗呢 他一说这个 我差点没掉下去 我就晃晃晃 我说什么东西 这是谁 就说袁老师在旁边看着 说你看这小子 这小子活 会演技 这是第一次 我听到袁老师说过 对啊 那怎么你就看着他 没看着别人呢 咱们先说 每个人都有做演员的潜质 对 但是能不能做好演员 这是你的悟性 潜质都有 但是悟性 你比方说 我为什么给摄影系的小孩 去做表演课 那么 其实跟文化还是有关系 我当时那助教就跟我说 我们训练了一个月 就上台演戏了 而且演成是全本的 也演过日出 那个陈白露演得真好 那小 这游戏小女孩 一个月演得真好 后来我那助教就 就演着好 这个比表演戏的强啊 我说废话 高考多二百多分呢 我就下意识说这么一个 但是你仔细想 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说做演员 拼到最后 拼的是文化 这个真是 我就跟他说 要看书 要看电影 要看好片子 我给他推荐 好演员的片子 和一些书 他今年真的是 跟去年不太一样 郭德纲老师 对 他也是说 他说你这个说相声 真要说得长啊 最后拼的是文化 对 某一听你不太理解 这是抖包袱的事 实际你越小 这好像文化能帮助你走得长 更远 对 是吗 这是一定的 不是 凭聪明 抖机灵出来的演员 其实就是那两下子 我们有啊 嗯 那上学的时候 棒着呢 那老师做那作业 他能够演的 我们都 哎呦 真棒 现在没了 啊 就是现在成为一般演员了 永远在用聪明演戏 永远在抖机灵去演戏的话 最后拼到最后 没文化了 你包括他的那个往后冲 往后那个转身 我虽然是我给他的调度 如果我只是让他美了的话 他跑起来都是美的 但是如果给了给了他的自己的那个经历以后 他自己意识到陈白露的经历是不是那样的 他再跑的时候 他一定不是那种 哎 您一说这个身体啊 您好像老说这个演员就是用身体 对 来演戏 对 这个身体啊 我有一个体会 为什么当年我觉得我也不成啊 我就发现这个不会表演的人啊 嗯 你不说呀 不开机呀 他会走道 嗯 他要一开机啊 说你一边说着这句话 一边走到镜头那去 对吧 我记得 我现在就记得 我走我就觉得我这个重心往右边偏 我觉得重量 我就哎 哎 但是在走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么弄回来就太僵硬了 你知道吗 最后我自己就翻了 哈哈哈哈 然后呢 你一僵 他说你要走这条线 我最后就走了一个弧线 走偏了 走偏了 但是您说的控制身体 人如何能够控制 就在这种有意识的情况下控制 所以哥罗托夫斯基 首先是从形体入手 哥罗托夫斯基是斯坦尼的学生 是斯坦尼的关门弟子那一波 啊 然后斯坦尼 其实我们到现在对斯坦尼的认知 是停留在斯坦尼的前期 嘿 斯坦尼的后期 其实他也开始关注身体了 嗯 他觉得身体很重要在舞台上 哥罗托夫斯基回去以后 他就开始想这个身体的事 他关注到什么呢 其实跟我没有关 他关注到了东方神秘主要 神秘主要的东西 他关注到了中国的气功 关注到了印度的瑜伽 所以哥罗托夫斯基最初训练演员的 三十二个动作当中 有很多是瑜伽的动作 意念是气功的意义 哎呦 你讲这个 有意思 就是我有一次看你 他知道你们演戏的时候 你就说你眼神 对 眼神看到哪 对 你的声音就 对 送到哪 嗯 你看中国人讲写毛笔字 对 意在笔线 对 这个东西你在物理学上 有时候咱们很难解释 对 但是所有有过文艺表演经验的人 哎 包括写书法画画的人 都能同意这个道理 比如说我有时候跟观众讲话 哈 我都能知道 就是我意 就是就是我的意思到了你那 你肯定在专心听我说这句话 没错 但是我一走神 我马上就发现你的眼神也恍惚了 对 就是这个很神秘 是 所以 哥罗托夫斯基其实在某些程度上 有一点就是教化的作用 啊 他说人体有两个极限 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 嗯 他要做大运动量 这32个动作要用大运动量去做完了以后 其实 他是希望你有一个超越你的极限 就是说我生理前运动 运动到一定程度 你的肌肉累了以后 你一定传递到你的大脑 告诉你说我累了 你的大脑说休息了 你就会 啊 歇了 但是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一再的强调 就是你不累 你不累 你不累 有15到20分钟的身体的那种痛苦的僵持 等过了这个阶段 人就像涌动机一样 我们熬夜就是这样 我们为了赶一个事熬夜熬夜 熬到那个时候特别困 但是熬过去的时候 你精神了 又精神了 这就是我们的超越极限 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的超越 格鲁托夫西用这种去超越的时候 其实他是希望你能够学好 控制你自己的身体 我在德国最长的一次是 我们是全班做了五个半小时的热身 大于能量热身 然后我们教授最后说 OK 今天可以停了 我们所有的人不是 哎呀 累死我了 我们所有人说 嗨了 嗨了 就说在哪玩去 其实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人是可以做到的 就能量 人的能量是无限的 就比如说你建议 要是我们要上台演讲 或者要进行某种表演 对 最好事先 我建议能够热热身 热热身 哦 你再上去的时候 你的精神是抖擞的 我们演戏都有经验 我们现在很多 我们在剧院演戏的人 演完戏回家不睡觉 为什么 我们演戏 过程中热了身了 热完身以后 我们精神的戏也演完了 其实应该那个时候演 对 我经常说 我们说应该演完以后 再演一场 绝对比第一场好看 演得好 状态不好的时候 其实挺着急的 就是使劲运动 就是使劲让自己兴奋起来 你按照冯老师这法术 不叫法术 这招是吧 热身当然是管用的 首先你热完了之后 整个身体的血液是流通的 你这个人是通透的 然后再上台的时候 你是开的 而不是闭塞的 对 这是最 不僵的 不僵的 肌肉不僵 远程老师希望 白露看方达生的时候 是带着钩的 因为白露平时 他跟男人交流啊 交际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之前就一直没有 后来有一次 突然间我就觉得 哎 今天眼神 就他给我的感觉啊 就做了对 应该眼神不一样 给我的感受不一样 后来我就问袁老师 我说袁老师 您跟他说啥了 昨天我也做训练了呀 昨天我俩一块走的呀 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就 就说的是让你把 让你把我当成 儿子 是吧 袁老师 是让他把我 当成儿子来看待 是吗